嗨 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与大家分享 11月深秋了 如果你的月季还在冒芽 这种现象是好现象呢 还是不好的现象 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往年的11月 这些草花早都已经挂苗了 可是今年的11月呢 都还是在绽放的状态 所以今年的11月 是非常反常的一个暖秋 以往的话呢 这个时候已经很冷了 气温都会是这样子 在五度以下 零度左右 那现在的话呢 还是在七八度之间 十度左右 在这种反暖的季节里 月季也难免会出现 一些反常的情况 秋冬季节出现那种 重新萌发的迹象不是好事 每一只萌发的枝芽呢 也就代表着明年的春季呢 就少了一只花芽 如果你的月季 每个芽包 芽点 都是在萌发当中 那就真的不是什么好现象了 今天就以我的这颗粉色 龙沙宝石为例 因为呢 它出现了这种状态 其他的月季还没有 造成发芽的原因 通常呢 就是两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在夏季的时候 护理不当 造成了严重的黑斑病 叶片掉光了 那么在秋季的时候呢 温度又刚刚好 就重新进入了萌发期 第二的话呢 就是施肥过量 在忽冷忽热的这种状态下 月季吸收这个肥力呢 不是很均匀 当温度比较适合的时候呢 这个月季又受了刺激 所以呢 它就又再次进入了萌发期 这两种情况都是在所难免的 我的这个粉龙呢 就是第二种情况造成的 刚好遇到 那就刚好做一期视频分享 特别是针对新手花油 不需要过于的紧张 了解了 所以然就能更好地知道 如何预防和应对 我的这颗粉龙 萌芽不是很多 不严重 已经冒芽长嫩叶的 这种没有关系 因为还没有进行冬检 只要进行冬检的时候 把上面的这个顶端的 这节嫩芽剪掉就好了 下面的这种鼓鼓的芽包 那还会是明年的花芽 所以这个问题还不大 月季不都是有顶端优势的吗 现在在发芽的这种状态 到了春季时 它不就应该先提早发芽吗 那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嫩芽发芽的阶段 一旦遇到了寒冬 温度降至零下 甚至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这些嫩芽直接要么就被冻伤 僵苗 是没有芽间的 严重时直接冻死 在春季的时候 或者是冬季的时候 没有进行冬检 或者是春季萌发阶段 没有进行修剪 大部分的养分 也还是会往顶端走 那么下面的这个芽包 生长周期和花期 都会受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的整株苗出现了 就像春季量焕然一新的 不停地在冒芽的 这个阶段的话 那这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冬天到来时 这些萌发中的嫩芽 基本上很多都会全部被冻死 或者直接僵苗的 种植藤本 任何的修剪 多是以轻茧为主 如果你的藤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这种发芽状态的话 在不能修剪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救 那这里我就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第一你要在这个冬季呢 给你的藤本做一个非常好的防护保护工作 就让它安全地过冬 然后这些芽也都别理 顺其自然 静观其变 初春到来时 温度大约在零度左右 不会有过低的低温情况下 进行及时地修剪和抹芽 也就是把这些冻死的枯枝脑枝 全部都剪掉 如果过冬过得还特别好 枝条呢受冻情况不严重 冻伤的枝条上还残留着 现在秋季的这一批嫩芽的 在萌发阶段前 就把这些嫩芽全部抹掉 尽可能多地保留这些强健的枝条 这些芽呢都不用修剪 抹掉就可以 当温度大概上到10到15度之间时 这个叶芽的地方 它会重新冒新芽的 对于藤本来说 在尽可能不需要修剪的情况下 这是唯一可以挽救它的方法 这个挽救呢是指 如果你想要你的月季 在春季时呢能正常地开花 那么就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用正确的方法 保留尽可能多的芽点 让它正常地生长 如果是灌木月季 那就简单许多 灌木月季 如果萌发的特别严重 那就是直接抢检 在初春阶段 或者是在冬检的时候 进行抢检就可以了 早春阶段的这一个操作步骤 对月季本身来说 唯一受影响的 仅仅是生长比较缓慢 花期会延后 仅此而已 所以前期要做的就是 护根照上防冻罩 尽可能地保护它 让它安全地过冬 所有的藤本月季 只要养护得好 粗细枝都是可以开花的 再来看一个 藤本月季的特殊例子 这根枝芽呢 是在这个藤本的组织上 分枝上来的第五级分枝 一级分枝 二级分枝 三级分枝 四级分枝 这是第五级分枝 第二期花败了 我剪了 然后呢 下面就开始冒了两个新芽 在这种顶端分枝 特别短的情况下 如果是抹芽的话呢 是会影响它的生长速度的 那么可以通过修剪 就比如说 在这第五级分枝上呢 只保留下边仅有的一个芽包 也可以通过 直接修剪到第四级分枝 让它从第四级分枝上面 重新冒芽 这两种手法 都是可以实施的 但是现在呢 还没有真正的 进入冬茧的时期 所以呢 如果月季出现了这种嫩芽 暂时都别剪 根据你当地的气候 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 都会是在零度左右的低温 情况下呢 再进行冬茧 或者是开春的时候 初春的季节 在它准备要萌发的前期 再把顶端的季节 剪到就可以了 现在千万不要去修剪它 因为一旦修剪呢 温度还没有降温的情况下 谁都不能保证说 老天不变脸就不变脸 如果修剪的时间不对 刚剪完这个顶端的嫩芽 气温突然回升到 10度以上的时候 连续一两周 那么下边的这个芽点呢 就直接就冒芽了 那就会造成再次的伤害 所谓的倒春寒也是这个礼 不要心急 德北真正的冬天 会是在圣诞节过后 一二三 通常是一月好二月 是最冷的 然后再次提醒 藤本月季 千万不要横拉 一定要让它先过冬 直立性的 哪怕有些需要互动的 进行捆绑的 照上防冻罩的 不要去进行横拉 再来看一个特例 今年夏季炎热 30度高温时 好友从他的院子里 直接挖出来的两株 Codas的蓝紫色 经典月季 Novales送给我 然后呢 在我家定职 炎热夏季进行 月季的移栽 并不是明智之举 根系受伤严重的情况下 通常都会是先养根 哪怕照顾得再无微不至 遇到高温 也很难避免叶片自然脱水而脱落 到了9月末 10月初的时候 这个月季才开始 渐渐地冒出新芽 有重新发芽的迹象呢 就代表蜘蛛苗 已经安全地度下养活了 目前的这个11月呢 基本就处于这种停止的生长状态 当月季出现 所谓的芒枝芒芽 僵苗的状态时 无非也就是以下两种原因 温度太低 光照太少 直接造成的 这个叶片保留的原因 是让它有光和作用 刺激这个根 能重新的很好的生长 所以在养根 我就尽可能多地保留这些叶片 它的情况呢 有比较特殊 所以不一样 醉叶苗呢 到冬茧的时候 我定会是强茧 绝对是强茧 直接把上面带叶片呢 会全部都清理掉的 这个是灌木月季 可以很灵活的这个操作 所以呢 遇到不同的苗 要进行不同的对待 大家一定要学会思考 再做决定 那我的后院的这个月季员 也是郁郁冲冲的 叶片都几乎没有掉 它没有掉的情况下呢 那我现在都不去弄它 现在呢 还没到冷的时候 不用修剪 就别急着修剪 当冷的时候呢 该修剪的时候 再修剪 但是的话呢 给月季进行 护根的 就是堆土护根的 这个步骤 可以操作起来了 通常这种苗比较弱的 我会在这个地方呢 先堆一层落叶 堆成个小土包 然后再盖土就可以了 如果一旦看到你的月季 在11月的深秋 还有萌发的迹象的话 特别是北方的花友 不要紧张 冬茧只要做好的话呢 就没有问题的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一起开心 种花养花 我们下期再见啦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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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